新怀两岸快乐视频 大家好我是昊阳 当前民进党当局在外事关系领域全面倒向美国 但除了保护费不断拉高 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外 并没有为台湾民众换来任何实质利益 前不久桃源医院爆发群聚染疫事件 能否及时获得疫苗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作为民进党当局驻美代表肖美琴上任后 多次通过政治表演宣扬所为台美关系保持良好 但在疫苗议题上却不思考如何为台湾民众牟利 反而在接受采访时替美国人开脱 他表示对于台湾能否向美国方面争取新冠疫苗的问题 美国现在疫情严峻自身难保 疫苗换不到岛内台独势力心心念念的美军能来吗 2月6号国民党民意代表陈以信拿出一份美国智库民调 当问到出兵保护台湾的问题时 有55%的美国民众反对 其中共和党政治人物与共和党支持者的落差最大 85%的共和党政治人物愿为台海出兵 但53%的共和党支持者却反对 陈以信表示 这个民调结果显示出美国的真实民意 即就算大多美国政治人物口头上愿为台湾喊打喊杀 但大多数美国人心理其实并不响 所以台湾人面对美国的态度时千万不能太天真 毕竟美国人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利益不是台湾利益 不过美军不来 美国的武器却可能向台湾全面亲切 台大教授苏宏达在参与政论节目时曾表示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的支持方式将会是可以买我无限的武器 而台湾最终的结果则是破产 苏宏达指出 我们所有的钱买了武器 买了粮食 买了油之后 我们会从外汇高存底变成高负债 我认为是会破产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甘当棋子 只会给岛内带来深重灾难 跪着向美国摇尾起连的民进党当局 或许能在短期内收获选举利益 但长此以往 不光会伤害2300万台湾民众的利益扶持 更会把自己送上绝路 喜欢两岸 快乐视频 我是昭阳 再会